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币圈老韭菜,大家早上中晚上好,现在做一个紧急的视频 告诉大家今天晚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IDO将会在我们的苏系平台上面发生 那这个IDO就是bitdown,every bit counts bitdown是一个可以说是我了解到现在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导的组织吧 好吧,说白了,bit到它主要做的呢就是给一些defi的项目进行融投资 然后给一些早期的项目一些grants,之前的早期的支持,对吧 等等等等,而这些呢都是由社区来参与,大家来投票要不要给这个项目做支持 给之前的gitcoin啊很多项目做支持,这个就是bit到 为什么我说bit到很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partner我们就知道 首先放在最最前面的是Peter Seale,Peter Seale我们都知道是eBay的投资人 对吧,是paypal的投资人,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投资人 然后Peter Seale呢,他投资很成功之后呢,他就建了一个叫做founders fund 就是又是一群有钱人啊,冲进来做了一个基金叫做founders fund 当然Peter Seale是这个founders fund的一个合伙人啊,他是一个领军人物 在这里面,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啊,Pantera啊,Dragonfly Capital,Alan Howard A16Z里面的A,Alan Howard一个人的形式来投,Sushi Sushi在这个bit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所以为什么说Sushi这么屌啊 就是这个原因之一,Spartan,Bybit,King Warwick,Spartan我们就不用说了 非常有名的一个DeFi项目,对吧,Bybit我们都知道 非常有名的一个交易所,很多人为他做推广,很多鬼老为他做推广 King Warwick,这个不用说了,Synthetics的创始人,Polygon,对吧 Jump Capital,Peak Capital,后面这些就不是特别有名了 没有听说过,什么CoinHackle,这个我也没有,分布式资本 大家应该听说过,Vision啊,好像是在上海的吧,分布式资本 对吧,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没什么,NGC Ventures听说过 LongHash听说过,对吧,后面这些还没怎么听说过 不过总的来说,Peter Seal领头,后面有什么Sushi啊 有Bybit啊,有Alan Howard这些人,所以非常屌 我们来看一下,Missle就在今晚,好吧 Bit Down,Bit Down有两个投资,一个是用ETH投 这个项目的,一个是用ETH投 还有一个是用Sushi投,都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Countdown,对吧,还有最后的三小时 这边三小时15分钟,Countdown,Bit Down,Missle 然后啊,早期的投资人他会得40%的一个Bonus Airdrop Early participants 更多的细节我们等会会看啊,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边对吧,这边啊,Bonus will be in the form of BitETH HSFB based on the final price,然后呢,这个会被锁住 前10%的Commitments会有40%,后面35%就30%,就前面1,2,3,4,前面40%的投的人 将会有一些空投的奖励 肯定会有很多人抢 然后投资是Dutch Auction啊,如果不了解Dutch Auction的话 可以看我前面的视频,简单来讲就是价格会越来越低 从,好像是从两刀开始投,最低是一刀,这边应该在哪里是写着的 我来看一下,Missle IDO,应该是在哪里写着的 Dutch Auction的话,Is Award,Pete Seal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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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etplace,Upcoming,别倒有两个对吧 一个是以太坊,这边怎么没有标出来 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从两刀开始不断的下降,最低是一刀 这个是Sushi 这个是ETH对吧,这是它的Amount 应该在哪里写着,我们看,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文档 好,它文档,首先先说了什么是BitDAO 对吧,是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DAOs supported by Peter Seale,Pandora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最最屌的是这个Bibit has pledged 对吧,Bibit已经承诺 Pledge,应该是承诺吧 每年recurring contributions 就是重复的做出贡献 对吧,to the biddao treasury 从2021年开始 每年将会超过10亿美金 Bibit真的是贼有钱 每年它要投10亿美金 在这个BitDAO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DAO这么屌 具体的可以看一下这个Analytics 就是它写的很清楚 每天Bibit投的钱 Bibit contribution 你看一天它投了300万 每天Bibit 应该是它的手续费的一个多少比例吧 投给BitDAO,每天投300万美金 每天投300万美金 对吧,这个是不是贼了 真的是贼了 然后BitDAO vision是什么呢 是一个open finance and decentralized tokenized economy 是一个开放的金融体系 对吧,去中心化的代币经济模型 DeFi technology allow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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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tokenized has broadened the scope for DAOs,collect NFTs and gaming 它的mission是什么呢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它会把一部分的钱呢 和一些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进行合作 来开发BitDAO的core Protocols 现在BitDAO没有什么太多功能 说实话 但是人家就是有大牢站台 所以能够融到很多很多的钱 即使没有做出任何的功能 对吧 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叫做 Wind Ranger Labs 和他们进行合作了 对吧 还有BitDAO Foundation will be set up in the future and request funds from BitDAO BitDAO会把钱给BitDAO Foundation 和一些其他的R&D center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第二提供流动性 我们知道有很多好的项目 都是需要提供流动性的 比如说LeakDAO 对吧,是需要提供流动性的 那BitDAO如果选上了一些好的项目呢 他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定的流动性 还有Funding 我们也知道很多好的项目是需要Funding 比如说LeakDAO对吧 或者是很多项目在Gitcoin里面 所以说这个BitDAO也会提供一些Funding 然后BitDAO呢 这个很重要啊 他会Swap 他会和一些顶尖的DeFi项目进行先Token Swap 首先肯定他会和Sushi进行Token Swap 就是同价值的代币 或者有一个Discount 我给你Sushi Token 你给我BitDAO Token 进行互相的Swap 然后一起建设 互相的Build Aim to build core products which enableBitDAO to other DAOs to function more effectively 和其他的DAO可以互相的沟通 Grant提供一些社区的援助 等等等等 这个就简单的来看一下 我们主要还是来看一下他的经济模型 经济模型 经济模型的话 说实话 他的代币发行量特别特别的多 有100亿个代币 100亿这个什么是什么概念 这个就是他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这个发行量实在太大了 作为一个盗组织 他发这么多代币 我不是很理解说说 100亿是什么概念 我们知道我之前讲过一个项目 叫做 叫做什么 Crypto CIO 对吧 CIO本来有 1000亿的代币 现在是0.15 但是他burn了70% 现在只有300亿的代币 那100亿的代币 那100亿的代币 就是 比他小三倍 对吧 那也就是说这个价格乘以3 就是5毛钱左右 他现在排名是在 排名第几 排名第42 对吧 那应该5毛钱左右 但是我们知道BITDAO他的IDO的价格就是2块钱 IDO的价格就是2块钱 那你可以想一想 想一下 他的Fully Diluted 这个MarketCap到底是有多少 非常非常的夸张的一个MarketCap 就是如果 对如果他现在是2块钱的话 他排名应该是超过前20 编道直接MarketCap 应该冲到前20 对吧 如果是全部释放的话 好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开始 他的这个Distribution Investing Private Sales 是5% 那这个我们都无法接触 对吧 有3个月的锁仓 然后12个月的线性释放 然后Launch Partner是5% Available at Launch 就直接给了5%Launch Partner 就是这个真的 就他们没有任何的锁仓器 Launch Partner 就像Sushi这种 他们拿到的是直接没有任何的锁仓器 BITDAO Treasurer有30% 自己留了30%代币 然后一开始就有10% 对吧 其他的也是3个月 然后线性12个月 BIT Flexible 15%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IDO 就叫做BIT Flexible 我觉得 然后还有45%是 全部的线性释放 那就是说一开始的 他有15% 10%和5% 差不多是30% 30%的释放量 那直接也就100亿的话 就是33亿 33亿的token 直接在外面 33亿我们乘以两刀 对吧 3 billion 123123123 再加一个3 乘以2 Market Cap是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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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是66亿美金是吧 123123 对 直接是66亿美金 我们看一下66亿美金是排在多少 Market Cap 这个是90亿 如果是两刀 就一分钱都不涨的话 66亿美金的话 已经超过了EOS 对吧 超过了Chunk 应该在Chunk这边 直接是在排排在第25名 IDO如果是两刀的话 这个就直接排在第25名 好吧 就给大家一个概念 这个BIGDAO一上线 就直接排在25名 如果是最差是一刀的话 那也就是33亿 33亿的话 应该是在排在第45名 44名左右 这就是BIGDAO非常屌 这个项目 好 这边也说了对吧 Launch Partners Sooge Swap有2.6% Sooge Swap 直接拿一半 其他的还没说 这是一些Adjust List 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Early Partners 有Peter Seal Founders Found Pantera Dragonfly等等 有很多很多 然后Bibit Pledge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Bibit 我没想象 Bibit竟然是这么强 将会有2.5个Bibs Bibs是一个金融数 一个Bibs是万分之一 就是万分之2.5 of futures trading volume to biddell's treasury Know that 万分之2.5k 是 based on policies of 50% nomination fees which is 7.5 Bibs Taker 2.5 Bibs Maker 这什么意思啊 Trading Volume 是万分之2.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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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说 如果是千分之1的话 就是25%的手续费 这样比较理解 25%的手续费 全部会给那个这个 这个这个Bit down 还是12.5%的手续费 It's on the 15% of nominal fees 对就是25% 2.5个Bibs 就是整个 Bibs应该是千分之一对吧 这边写了千分之一 你每次买卖 就要付千分之一的手续费 那其中的25%呢 就会给到我们的Bit down 而且这个是recurring 就是每年都会给 对吧 而且是mixed 有ETH USDT 和USDC 以这样的形式来贡献 我们知道Bit 目前只支持 比特币和ETH的Future 好像是 我也没怎么用过 但是Bit真的非常屌 对吧 如果每天的day volume 有这么多的2.5Bibs 就是250万美金 这个这么厉害了 有100亿美金 day trading volume 这个Bit也太屌了吧 哇 Bit真的屌 每天都有130亿美金的trading volume 对吧 这是30亿 130亿 每天都130亿美金 的trading volume 你看 对吧 很稳的每天都130亿美金 它的万分之2.5 对吧 就是300多万美金 好吧 真的很屌 真的很屌 还有就是SushiSwap DAO 为什么我们之前经常给大家推Sushi 就是Sushi真的是非常屌的一个项目 SushiSwap DAO is the first DeFi DAO to work with BitDAO 你看 BitDAO这么屌的项目 它首先选择就是Sushi 你就知道Sushi有多屌了 BitDAO They have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BitDAO governance and the treasury management design and the road map SushiSwap and BitDAO intend to work together in building the future of finance Penning approval from both protocol DAO SushiSwap和BitDAO呢将携手 共赢对吧 为了未来的DeFi 为了未来的金融做出贡献 那当然了 这个我们必须要双方都同意 双方的DAO都同意 已经有2亿6千万的Bit token 已经转给了Sushi 哇 太屌了吧 Sushi 好吧 Ether scan在这里 所以你说Sushi不涨也真的是 天理不容 好 那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看到了今天的这个BitDAO的一个 今天的IDO晚上 我相信很多业界人士肯定都会去抢 如果你也有兴趣 不妨抢一抢 但是我唯一的concern 就是它的代币实在是太多了 有100亿个代币 我不知道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代币真的是很多 而且它的要价也很多 这边有没有讲IDO啊 我记得是2块钱啊 在哪里看到的 可能在medium什么地方 对 BitDAO啊对吧 16点啊今天 auction details在这 应该是在medium看到的 Dutch auction对吧 最快有40% background 就没什么 zushiswap missile 对 starting price2块钱 starting price2块钱 最低是1块钱 那我最低是1块2啊 还不是1块钱 最低是1块2 那我觉得像这么火的项目 我估计 因为它融也融的特别多 它要融2个亿啊 对吧 这是1000 不1亿8千万 对吧 这个是2000万 就是2个亿的token 要融2个亿的token 如果是2块的话 它要融4亿美金 我靠这个太夸张 融这么多钱 融4亿美金 我们知道当初好像 叫什么来着 EOS对吧 EOS融了多少钱 ID 这个叫ICU ICU RAID 那时候还不叫 那时候还没有ID 41亿 EOS是屌的 直接融了41亿美金 那算了 这个太屌了 哎呦 这个太强了 这个 这个币圈实在是太夸张 好 它要融4亿美金啊 那也还好 也还好 和EOS比就还好 少10倍 EOS实在太强 41亿美金啊 当初融了 你这么EOS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 融了41亿美金 我以为是4亿美金 没想到融了41亿美金 行啊 那就是我们快速的做一个视频 讲一下啊 今天晚上吊炸天的一个 一个平台 别到 好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行吧 那我们这个视频就先做到这 再次感谢大家 这是币圈老韭菜 我们下个视频见 Peace